哈啰,又是我 我跟你说,我发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 我们的钱很紧 我们好像口袋都空空的 都没有钱 而且那个通过膨胀非常非常严重 吓死人,对不对 那个提摩太后书六章六节 然后呢,他是说 敬钱跟知足就是大力 我看到这个大力这个字我就非常喜欢 为什么? 因为大力就是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利益啊 跑来我们这边啊 所以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 保罗告诉我们说 敬钱跟知足就是大力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叫敬钱? 敬钱我们就知道,敬钱就是 我们爱上帝啊 然后,那我们敬钱跟知足 我们就真的能够大力吗? 嗯,是的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 但是,我们是的 我们敬钱跟知足,我们就可以大力 怎么大力法呢? 其实当我们敬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身上,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来是神 那当我们知足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够不够? 够,非常够 当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需要吃 你需要吃龙虾鲍鱼 海参吗? 不需要嘛,对不对? 其实你肚子饿的时候 可能一个地瓜就可以满足你了 对不对? 所以,所以其实人可以活得很简单 人怎么样活得简单 你就是金钱啊,知足啊 你就会有,你就会省了很多钱了 这不是大力吗? 其实真的,我们,你再仔细想想看 我们人生中啊,我们人生中 为什么我们会,哎呦,我很辛苦 我每天很辛苦赚钱 赚了一大堆就哗,一下就不见了 那个钱有四只脚 我们才两只脚,根本就追不上钱 每次钱到我们口袋 然后就一下子都不小心就飞出去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我们不够进钱 我们不知足 什么叫做不够进钱呢? 不够进钱就是说呢 我们常常会去那个什么吃喝玩乐啊 如果你进钱的人,你就不要去吃喝玩乐 你就天天,天天有时间的时候 你就天天在那边家里祷告啊 然后这就代表你进钱啊 你就省下很多很多吃喝玩乐的钱 然后呢,怎么样知足呢? 你就不要出外面吃喝玩乐 你不要,人家买名牌 你一定要我跟着买名牌 人家买豪车 你一定要跟着买豪车 不用,你就买便宜的 那你不就是 你进钱跟知足 你就省下很多钱了 这不是大力吗? 就是替我们省下非常多钱 我们不会说赚的都不够花 所以我就会保留这句话 真的说的好啊 进钱跟知足就是大力 只要你进钱在家里天天祷告 你省了很多吃喝玩乐的钱 然后第二个呢 你呢,只要知足 你知足的话 你就可以省下买那些很多名牌 那些名牌那些高消费 你就不用了 我们就普通消费就好 别人吃鱼吃虾吃肉的时候 我们就来吃个地瓜 你没有省了好多钱了 对不对 甚至于我们可以 吃那些不用钱的菜 我们一样也可以长得好 也可以长得健康 还不用得病 对不对? 所以,进钱跟知足就是大力 赞啦! 上帝祝福你哦!